字幕提供 其實就是沿路邊走邊玩 然後就會 其實你不要看路上 看過去沒有紫蝶 其他都停在邊邊 你走過去 如果有風這樣山一下 紫蝶就會翩翩起舞 然後你就回頭看你後面的人 在走紫蝶大道 它水超級清澈 這吊橋延伸感非常的漂亮耶 你看 山跟山之間連起來 我們這次來到茂林國家風景區 然後我們現在在入口的地方 這風景區我剛剛看一下地圖 它其實不是只有茂林這個地方 它還有包括六龜 霧台等等的這些油氣區 都規劃在這個茂林國家風景區裡面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第一站要出發去尋找紫蝶蝶 祝我們今天的行程可以順利 出發 位在中央山脈南路的茂林區 跟它的名字一樣 有驅流 瀑布等多樣繁茂的山林姿態 還有紫蝶蝶南下過冬聚集的地方 盧凱青年用它的麵包箱守在家園 讓我們用雙腳行走的速度 探訪茂林 快點 蝴蝶捕捉獅 哪裡 你來拍紫蝶蝶 你問我在哪裡 欸 那裡那麼多隻 它就停 你看 欸 真的有耶 對對對 小聲一點 就是賞蝶最佳時間 你一定要早上來 早上8點到11點 就是如果是就是忘記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就是整片的紫蝶蝶這樣子 飛起來 就是像那種電影特效的感覺 就是真的是電影特效 但是它是真的紫蝶蝶 你今天是來導覽的嗎 沒有 今天要來種他們的蜜蝶 不然你們怎麼看得見咧 喔 來來來 我們那個金山老師 金山老師 喔 老師我知道 在那個網路上常常看到老師 老師好 這個是直接擠的咧 早安 我們今天來就是拍節目 然後尋找一下紫蝶點 要到上面 好 要到外圍 外圍嗎 對 就紫蝶蝶步道整個外圍 這邊一路往上走 然後100公尺後左轉 好 然後進入山上呢 叫紫蝶蝶步道 喔 紫蝶蝶步道我知道 對 那邊開始一路往上都很漂亮 紫蝶蝶的名字就是 我們盧凱雨的月桃很多的地方 對 所以你要到月桃很多的地方 塞很多蝶 好 那現在就是紫蝶點大概有幾層 大概秋分開始 秋分就是9月23號 開始吹冷風 所以蝴蝶會慢慢移下來 那茂林目前 剛看起來就是還OK啦 大概有三層左右 三層喔 對對對 那蝴蝶來是跟我們花有關係 花要盛開 因為蝴蝶從北方下來 到這邊 它如果沒有花 讓它停留的話 它是繼續往南飛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茂林的觀察紀錄 每年的大概有五層以上的蝴蝶是繼續往南的喔 茂林只是它最北的一個很大的棲地 所以它其實留五層在這邊就有這麼多了 對 了解 所以你們要趕快去種花 其實每年都是靠蝴蝶來之前 把我們的蜜蝶植物給它種好開花 讓它從北方下來到這邊可以停下來 休息個一兩個月 然後當真正的寒冷的冷來臨的時候 他們就不太想離開了 我們真的很幸運 對 謝謝老師 掰掰 超級幸運 我們一上來就遇到一個最佳導覽 好 那我們就不走這一條囉 原本要帶大家走這一條 好 現在我們直接前往那個枝沙裡布道 我們一進來枝沙裡布道你看 就有子蝶在入口處 歡迎我們 休息一下 其實剛剛我們沿路走上來有看到 大概都是一區一區 可能某一區很多 然後可能路上就是沒有 然後又到下一區就會有一群子斑點 就是慢慢走會有一點小樂趣 但是走上來其實會有一點累 因為我們剛剛就是沿路都有看到子蝶 然後子蝶步道大概就是可以這樣子 接上那個枝沙裡步道 繞一圈回去 其實就是沿路邊走邊玩 然後就會 其實你不要看路上 看過去沒有子蝶 其實它都停在邊邊 你走過去如果有風這樣山一下 子蝶就會翩翩起舞 然後你就回頭看你後面的人 在走子蝶大道 然後子蝶的美 你不要看它的顏色雖然不是很鮮豔 但是它透過陽光照射會有一種高貴的美 我們走到回來然後剛好保育之工也工作回來了 嗨我們回來了 有 上面有拍到很滿意的畫面嗎 有 就是一段一段的子蝶蝶 當地人的形容就是還沒有到很多 但是在我們看來已經是很多了 所以就是每個遇到的茂林人 我就問一下說 到底子蝶蝶盛盛況是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很想要親眼來體驗一下 那就第一月份再來一次已經會很浪漫 對 就是想要 夠冷 夠冷 然後就是聽說子蝶蝶真的會多到 讓你永生難忘的那種狀態 能夠喬育金山老師真的是意外的大驚喜 他還帶著我們認識蝴蝶的蟲卵 能夠成為世界為二的月東行蝴蝶谷 除了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外 原來還有這一群熱愛大自然的志工老師們 為了子蝶蝶的生態環境再默默付出 才能讓子蝶幽谷的遊客們親身感受 什麼叫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走第二條步道 那這一條步道它就是沿著溪谷而建的 所以整條我們都可以看到河流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走囉 茂林的風景之所以迷人 除了高山之外 蜿蝶於群山之間的溪谷 也有著獨特的姿態 我們帶著冒險的心情 走進了當地盧凱族雨中 美麗的山谷 哇 你看你看 琉璃 琉璃 你們是不是走下來了 沒有 剛要走 剛要走 有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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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 偶爾會曬到太陽 然後偶爾就又有樹液 所以走起來就不會覺得 一直都還曬太陽很消耗體力 你看這一段就是又有遮影 而且它山地真的好美喔 現在我們來到了第一個吊橋 那它的吊橋做法跟其他吊橋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以前吊橋就會這裡有一個高高的 然後這樣子吊過去 可是這個吊橋它就是這樣做這樣滴滴的 因為那時候風災過後他們在整修 那因為那些重的建材要運上來其實很困難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比較不一樣的工法 然後搭建了這樣的吊橋 可是走起來我覺得它很不晃 你看 你看它走起來就是這樣子 不會讓你感到害怕耶 然後旁邊的護欄都是做得很好的 護房子在哪裡 過吊橋馬上就有一個涼亭 對啊 而且很涼 很涼 等一下我們會再經過一個吊橋 然後就差不多快到了 好 好不好 繼續走 好 有一個硬要 這兩個硬要劑 我們的第二個吊橋就在那裡 我們快要走到了 我們大概就是這樣彎下去 你們看 這個吊橋都是樓空的 走起來很有感覺 來來來 感受一下 這裡山谷真的很漂亮 我們快找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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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好美喔 刚刚经过那个一连串的那个步道 走走走走到有点快晃神 但是它就在一个转角处 就是瀑布 很漂亮 而且刚好我觉得 现在的水还算是看得到 就是算是蛮丰沛的 好 看一下有没有满意 验收 验收 我可以 可以 下山 走 感谢你 感谢你 我们可以下山了 走了 走了 下山 拜拜 拜拜 我们又回来7点了 这条路单程就是1.2公里 然后走一趟大概30到40分钟 整条路上就是起起伏伏的 有石头路 然后也有木栈道 躲起来我觉得算是舒服 然后偶尔遮阴 偶尔又晒得到太阳 所以很棒 那接下来我们要出发去 下一个地方咯 走吧 在山谷另一头 靠近出海口的地方 有间以漂亮石板屋 起家的民宿 近几年来开始飘起 震震的香气 甚至弥漫到整个茂林部落 民宿的主人 他有面包 也有故事 来到茂林呢 我一定要来找一位很有名的年轻人 因为呢 他的名声 你只要来到茂林 然后问大家说 我要去找一个做面包的年轻人 我跟你讲 就是他 而且只有他 好不好 而且他的名声就从量到台南 我都知道他 而且我还去买过他的面包 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 我要来吃他现烤出炉的面包 哈啰 大头 久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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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双手足处的面团 超好吃的 我今天来跟你学习做面包 对 可以开始啰 什么 可以开始 教我做我今天要吃的面包啊 你要做的面包 对 好 我有准备了啦 吓我 刚刚不是吓我的吗 他刚刚好像一副 我有预约的行程呢 这样我们就要把这个 马告把它敲碎 好 敲碎之后呢 然后布在面团里面 然后滚圆整形放在发布上面 然后接着发酵就可以烤 听起来很简单 它就是类似那种 看得出来没有在煮菜吧 诶 诶 真的吗 有吗 真的吗 我以为 好啦好啦 可以吧 开玩笑啦 开玩笑 好香喔 我好像在吃什么 很香的味道嘛 对 很新的味道 马告它在我们原住民 然后就是腌肉用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做在面包里面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种香料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就一直说它是香料 它不是香料 它不是香料 所以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蛆虫的种子 一个蛆虫的种子 我们这边六日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会来 六日好 打工的 打工 是啊 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教他们 很久以前我刚开店的时候 其实没什么客人 可是我们一样都是五点起床 五点就来起来做面包 然后其中有一个弟弟啊 他就问我说 哥哥没有客人为什么 还要每天五点起床 我就跟他讲说 五点起床 那是对自己的要求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即便今天这个舞台没有人 你自己就是那个人啊 嗯 你要对得起你自己 有些国中生就开始跟我做 五点起来 有时候三点四点起来 我说你们可以三四点起床 你们到外面绝对会成功 很难失败 我说为什么 因为跟你们童年的国中生 都在睡觉 然后你在起来工作 你懂得知道 三点四点起来的感受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做面包 不是要让它赚钱 也不是要让它有一技之成 而是要让它的态度有 要有那个态度 来来来 吃面包吃面包 哦 我知道了 那个马告的味道 为什么它跟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我吃到它是淡淡的香气 它面粉它会把那个味道 晕开 很多那个法式料理店 会跟我买这个店包 嗯 沾那个什么浓汤啊 嗯 小时候小时候爸爸妈妈 处罚你啊 或者是要骂你 是用什么形式 我妈 他叫你 他叫你什么 大头啊 大脑 大脑 这样 太像了吧 你吓到我了 真的 我爸比较温和 我印象中 我父亲最后一次跟我 叫我坐下来聊天的时候 是 在我结婚的前一两年 嗯 他说大头你坐下来 爸爸要跟你聊 我说天哪 这句话好久没听到 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我认识太多女孩子 快点定下来 不要一直晚 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生病 就希望看到儿子成家立业的那一天 对 快一点 嗯 但是 但是最后还是来不及看到 对没有看到 对 没有没有 他没有他也没有看到他的孙子 很可惜 对啊 他 在我的心里面 放了一个很大的 秤品 我讲秤品 就是 要对严格的自己 要善待别人 嗯 我不是读书的孩子 而且我常常骗人 他会 回来了 他会煮东西给我吃 爸爸也不会讲什么 什么都不讲 他就是 这个汤很好喝 明天要做什么工作 他不聊 我做错什么事 嗯 明白这件事情 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嗯 就像我父亲 我以前都觉得 制造工作机会是 对部落才好 可是当我年纪越来越大 发现不对 有一种东西比 钱更重要 叫陪伴 你知道吗 一般来讲都会觉得 年轻人要出去发展 对 可是爸爸 当我回来说要接民宿 我爸爸好开心 我一开始不能理解 我说你高兴什么 就年轻人 在外面可能没出路 回来就这样而已吧 嗯 可是当我到这个年纪 我才发现 就是 我37了 再过10年 我就47了 我能不能回到47 还不知道 但是后面没有浪 这才是让我觉得 这个紧张的地方 所以当有年轻人说 呃 他在返乡的时候 我才领悟到父亲讲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就是在这边嘛 然后垫在这里 然后我们要往 就是要走这一条步道 这样 这里就是我们要走的木栈道了 哇 哇 视野超好的 这一条步道 跟我们前面走的步道 感觉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因为它是盖在轮线上面的 所以 视野非常好 就是 完全 会没有遮蔽 好 出发咯 逸林超推荐这个步道 因为在大约1公里左右的路程超精彩 可以走在山的冷线上的步道 真有种走在长城的错觉 抬头可以看见山上盘旋的老鹰 低头又是难得一见的环流秋地形 还有很多当地知名的地标 全部尽收盐底 来 就到这个两堤步道就结束了 等一下 我们要从这条路 弯 走下去 就沿着这个路走 就会到多纳吊桥 我们现在呢 从那个龙头山步道 就是小长城 离开之后 走这个产业道路 要前往那个多纳吊桥 走过去 就要进入多纳村了 就是这个 害怕吊桥的瑞萱 不是问题 没有完全没有 你要看就知道了 正面给大家看 我是没有去高山看的 有车啊 我怕车 你怕走到旁边 走进来走 前面 前面 前面的竹城 妥近 你怕走到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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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吊桥延伸感 非常的漂亮耶 你看 这条吊桥其实是 多纳村他们很重要的一条 连外道路 山跟山之间 连起来 让它的距离变更短了 多纳高吊桥 全长232公尺 高103公尺 横跨卓口溪 从前是多纳村连外的 唯一途径 现在则成为 观察当地地形的 绝佳地点 我看到那个 吊桥镜头的旁边 有一个小凉亭 很像小香菇的感觉 很可爱 等一下我过去看看 哇 Welcome to 多纳村 我们去看刚刚的那个小香菇凉亭 哇 很可爱耶 大家还喜欢我们这次介绍的茂林步道吗 我觉得每一条步道走起来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也有不同的样貌 所以推荐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这次的分享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喔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用它们的大自然和人文写自己的故事 跟随着紫斑碟壁冬的路径 我们来到了茂林 用双脚行走的速度探访这片姿态万千的山林 轻松的步道可以深入最美丽的溪谷 也可以站在龙头山脊上登高举目 在吊桥上的视角 看见自然的纯净美好 部落青年在石板屋下 创造出山林滋味的面包 更揉出了对部落的责任 这就是处处是美景的高雄茂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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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